玩够吧啊 推环境 怕推环境玩什么原神 五年后再来玩 五年后一看 谁推不推环境 一目了然 你现在玩血亏 现在不要入坑原神 现在去玩那个换塔 换塔不用课金 也能拥有全SSR 你五年后再来玩原神 到时候你一看 哪个推不过推环境 你就一目了然 冲的钱绝对不会亏 也绝对不会错 到时候如果每一个角色 都会推环境 那干脆不玩了 那就省下五六年的光阴 你就可以狠狠的嘲讽 哇看你们这些 原神玩了五六年的 还不是会推环境 还好我没玩 还好我观摩了五年 等到抽完了 我再来看情况 是不是 哎呀 开心 你们这些小丑 玩了五年 全部角色都推环境了 爷没有玩 开心 或者玩了五年 你们喜欢角色都推环境了 爷再来挑那些 没有退环境的角色玩 爷最聪明 史上第一聪明 就是爷 志丰原神最聪明玩家 今天打光灯怎么这么亮啊 我这个灯好像有点亮了 我是不是得把后面灯给关掉 等一下 四命中 你是补满还是一命干预 命之座 不用问我 命之座这东西 不要问我 我的建议是 抽命座的钱 不如多抽几个角色 命座不要问我 神狗啊 玩个游戏 自己玩自己的就好 没有排行榜 我一直都在强调 没有排行榜 没有 没有PVP的游戏 基本都是按照自己意愿来就可以 你这个抽谁抽谁 最好不要去问别人 你问主播 主播 负责任的主播 会好好跟你分析 或者直接跟你说 你喜欢抽谁就抽谁 不用问我 都很强 会练都很晚 不负责任的网友评论区 就狠狠地踩你的角色 消退环境了 你还抽消 不如抽这个 那个谁谁谁 等一下什么都没问到 被网友 网友的这个退环境 什么踩了一身屎 知道吧 心情又不好 跟狗八 那你们本来想着抽谁的 就抽谁 不要被其他任何人赢讲 比如说你本来想抽甘雨的 听说甘雨这期流血狗 又不好用了 又射不到人了 又什么这个什么 那个什么的 要甘雨 首先要有钟离才能玩 没钟离甘雨 射箭都射不出来 然后你就被迫去抽了个钟离 发现没钱就抽甘雨了 这是你玩游戏的初衷吗 对不对 这是你玩游戏的初衷 你这不是被别人玩 你再被别人玩好吧 这不是你玩游戏的初衷吗 不是你玩这个游戏的初衷 你入坑这个游戏 就是冲着美少女来的 有些人入坑这个游戏就是 下体 遵循下体的意愿 没错 我就是下奸 再说了 深渊这种东西 几个白嫖的四星 国家队组一起就能满星的东西 何必呢 就算你怎么都打不满星 最多也就差那么一两颗星 也就差50颗原石 半个月差50颗原石 一个月差100颗原石 一年差1200颗原石 一年还测不出一个十年 所以看到有一些网友评论 或者是谁谁谁教你 哪个哪个角色退环境了 不要抽了 不如抽那个谁谁谁 看到这样言论的 我教你怎么回他 三个字退你吗 这是原神蒙星 与这位说退环境的大佬 最友好的交流方式 希望新入坑的蒙星 遇到教你退环境的大佬 一定要用退你吗 这三个字来回他 你可以直接告诉他 是我教你的 不用怕 真正的原神大佬 是不会生你的气的